3到4個月之間 你不僅可以準備你的什麼面試資料 準備你的面試資料 你還可以準備什麼 準備你的學習歷程檔案 你的學習歷程檔案沒有上傳的話 政府是開那3個月可以讓你補件 你們學校老師如果都只是在跟你說 學習歷程只要考卷訂訂證就好了 我跟你說你真的交這種作業出去 我跟你說你沒有競爭力 這是實話 因為我們自己去開會的時候聽到的真的是傻眼 頂大要的是小論文 人家那些雄中雄女或建中北宜女的都交出小論文 你拿考卷訂證 你不覺得你們老師太混了嗎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們老師跟你說 你要交考卷訂證 你要痛罵你們老師說 你要為我的人生負責 因為你就變成不能參加這個了 那就恭喜你 你就專心參加這個好了 可是這個名額被壓縮了 你知道嗎 被這裡的地方壓縮了 你知道嗎 你懂嗎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們老師真的只跟你說 交考卷訂證 你要告訴學生 小論文也ok 那個很簡單 你去找你的老師都懂 這樣子瞭解吧 這是老師苦口婆心誠心的跟你講